损兵八千 虎丘战一败 损兵一万五 花溪战一败 损兵一万三 败 败 败 都是败 陈叔 你身为败君之将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蒸南大将军有所不知啊 岳州地处偏远 人才匮乏 作战能力低下 农志高 身为一组 狡猾善战 作战能力低下 你身为朝廷亲自统帅 手握重兵 竟灭几方士气 你知不知道 我随时都会用军阀处置你 三日后 我军将对反贼 农志高发起反攻 采取夜晚齐席 一举都会失去的花溪据点 陈叔 杨都尉 听令 末将在 末将在 陈叔 你率兵一万 杨都尉 你率兵五千 攻打花溪 谁先夺回花溪据点 为头筹 是 这 杨都尉乃叶家军将士 我怎么能跟他比 头筹必定被他拔去 蒸南大将如此安排 不是明摆着 要把头宫送给杨都尉吗 山淑 你有何意义 没什么 好 都下去准备吧 是 如此统帅 焉有不败之力 此人必为军中祸患 当必有之 报 进 参见军事 海参将 你可查经吕相爷和陈叔 是什么关系 启禀军事 查清楚了 陈叔乃是 吕相爷小妾的 娘家弟弟 平日里 他仗着吕相爷的阴臂 目中无人 风平甚差 那 营中的将士 都怎么说 他们说 这次咱们围剿农志高 吕相爷向皇上奏请 让他小舅子陈叔 前来营战 其实 是为了想捞取资本 想日后 回朝 申关发财 想一打 湖 有 以后 你军事请讲 此前 蛮夷农志高 速无生命 此次却突然起兵造反 声势耗大 时间如此短暂 想必他背后 一定有强大的势力支撑 你去查清楚 他背后的势力是谁 是否与朝中的官员有勾结